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148集的播出 介绍我们今天主题之前先跟各位报告 10月份有非常多的假日 您可以趁假日到各道书局去看一下 10月号的《现代保险》杂志 里面提供两个非常重要的资讯给您 一个是今年度的保险新外奖这些得奖的商品 给您一个逐一的介绍跟比较 第二个是很多民众对我应该怎么样选择保险公司 可能有一些不了解的地方 11号《现代保险》杂志公布的是 针对一千大企业他们怎么样选蝉险公司的结果 当然大企业对蝉险的需求比较多 当然也对蝉险的了解更多一点 这些大企业他们究竟怎么样看蝉险公司 可以给我们做个很好的参考 您也可以到《现代保险》资讯网 也可以找得到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 您还可以找到一本特刊 就叫做2017的投保指南 投保指南干什么用呢 我们每次讲保险 很多观众朋友都觉得 保险可能全台湾就是国什么 新什么 山什么 可能以为是这样子 可是事实上不是这样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指南里面 告诉你到底我们全台湾 所有的保险公司 跟主要的经济演代理公司有哪些 你看完以后 你也可以了解这些公司 他们的背景跟基本的资料 对你选保险公司 一定有非常大的帮助 今天我们的主题 其实是我们节目 长期以来一直在关心的议题 从这个保险的酝酿开始 我们就不断不断的 在节目当中提到 这个保险对我们国人的重要性 那就是长期看护保险 这个保险 当然从开始到现在 有改过名字 但是精髓跟精神 大概就是这样 因为我们国人 不只是平均收命越来越长 还有更重要的是 后面那一段不健康的日子 也因为我们医疗进步的关系 也越来越久 那这些呢 当然我们现在有政府的长照2.0 但是呢 这些够不够 还有如果我们希望能够 补抢自己的那块的话 除了我缴保费 我们的政府是不是有提供 什么样的鼓励的措施 那当然最直接呢 就是税汇的优惠 有吗 那我们的税改呢 潮安才刚公布 如果我们仔细去看一看呢 并没有这一个 很多保险业者 一直不断地在推动 能不能把这个长照保险的税的保费 列为是我们列举扣除的单独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看一看是没有的 那未来或者说这次的修法潮 我们有没有机会为民众争取到这个法 能够修改呢 当然各方的意见不同 那今天呢 我们就为你邀请到三位专家 跟我们来一起讨论一下 到底我们长照推动的过程当中 政府提供的推荥 真的会成为一个奖励的措施吗 还是其实它真的不重要 那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来到节目中稍微聊天 好 我旁边呢是 保险经济工会的理事长 郑向阳 郑理事长 那个主持人好 那个老师好 还有我们江委员好 以及全国的观众大家好 好 那中间委员呢 是现在保险交流市军会董事长 林立书林教授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 大家晚安 林教授其实也是我们节目的 另外一个主持人 那因为这个议题他很熟 所以我们特别邀请他 今天来到我们的来宾 好 另外一位呢是 立法委员财政委员会的立法委员江永长 江委员您好 主持人你好 我们理事长还有我们教授 还有我们电视机前面所有的观众 大家好 好 我想再讲到这个税改的时候 这各方的意见都很多 每一方都有他自己想要放进去 那个修法的精神 或者范围里面的东西 那我们今天就讲这个长照保险这一块 到我们从过去的很多的报道 可以看得出来 各方的意见都不一样 那就是因为都不一样 所以才会这么困难 所以才会到现在 我们在这个草案里面 还是没有看到 把这个长照保险这个部分放进来 当然讲到这个呢 很多人会想说 当政府愿意提供税会的优惠的时候 后面有这个原因 为什么要给这个原因 那如果以保险来讲的话 有可能是很重要的原因 虽然我们学保险都这样说 说你不能把这个税会的考虑 作为你要不要买保险的根据 我们教学院都是这样讲的 那可是我们如果来看一下说 如果以我们今天台湾的受险业 发展到这个程度来看的话 过去我们政府是不是确实 提供了什么样的鼓励的措施 我们才看到今天的成果 有关这个我们过去 大概有关保险费的部分 商业保险大概就2万4 那其实这个2万4够不够 这个随着这个年度 这个第一个 我们现在因为预定率下降 所以保费不断提高 所以这某种部分 其实这部分也不是那么 2万4不是那么大额 第二个呢 针对去年民国105年 我们的所谓保险密度 就是所谓平均国人 每个人大概缴交多少保费 大概接近14万 所以如果你把2万4除以14万 其实也比例也不过17% 所以真正是不是 这个2万4的部分就很大 其实从这数字 基本上也是不是很大 那盛雪如果用渗透度来干 我们这个渗透度 现在是全世界第二 仅属于这个开曼群岛 不过开曼群岛 好像不是个国家 所以国家来讲 我们还是全世界第一名 所以保险这么的 受到我们台湾老百姓的 这样的一个喜爱 而不过是2万4 其实这个额度 基本上算大的 我相信这2万4 是很久很久以前就定的 在那个时候 尤其在台湾的保险 还不发达的时候 它应该有一定的 鼓励的功能 我觉得加减少一点 也是有点帮助 不过如果我们看到 今天我们再讲两个 刚刚我请教三位就说 我们为什么用2万4 这个数字 有没有什么 有什么根据吗 我没有去想过 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想可能当初 在拟定的时候 根据那个时候 去订定的 我觉得我们的税会 对民众吸引力比较大 是在给付的那一块 保费2万4 以目前可以列举的项目来讲 其实很容易就超过了 我们的劳保 公保 国民年金 学生保险 只要叫人身保险 都可以把它放进来 其实是非常容易的 而且我们现在买了很多储蓄钱 可是我们每次看到 我们的税改 就是有一些租税的改革的时候 都会造成保单停售的效应 像譬如说最低税负实施的时候 那它会产生那种停售效应 就是因为它在保险给付的那一块 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税会的 所以我认为那部分是比较有诱因 对 我想这也就是 我们要把新的保险放进来 让它独立有个列举扣除 最大的问题 因为很多专家都说 我们台湾是双重的税会 就是缴的时候可以列举扣除 然后拿到保险经济 或者说又可以免税 可是大部分国家没有这样子 前后都有优惠的 这应该也是一个 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个反对意见 我想刚刚主持人有特别提到 那为什么是一个两万事 那当然可以去想看 当时的这个所得税法17条当中 有关于列举扣除 当中对于保险的这个一个定义 那我想在保险 商业保险当中在业界 其实对于要支付保费的人 其实普遍来讲 有一个双十的房金定律 那我们这样讲 比如说比方说 我们现在的这个基本月薪 明年要调到一个月是 两万两千块 所以双十定律就是说 你大概因为保险是集合重人 来把这个危险分摊掉 让一个人如果遭逢意外 或遭逢事故 或遭逢重大打击的时候 他可以不必要承受到那么重 一个均分的概念 可是你要考量到 他能够赚到多少薪资 他的这个可支配所得到底有多少 所以我们现在先用明年 两万二来回想以前 大概两万上下 当然这不是平均薪资 这是基本薪资 他的十分之一就是两千块 那两千块的十二个月 就是两万四 你这样的保险就是说 你至少还能够负担得起 你缴保费 缴到你的生活都负担不起 缴到影响到你其他的这个 生活也好 工作也好 进修也好 对家庭的这个负担也好 绝对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另外以这个保费 就是说双十比例的另外一个十 是十倍的概念 你能不能经过一段的一个期间 在你的契约 在你的保单完成的时候 未来对你的保障 相较于你当时所缴的一个保费 能够有可能有十倍以上的这个利多 那这样可以造成一个诱因 我想可以从这样的一个方面的一个角度 来去做一个看待 好 那我想请教你 就是说我们出了 我们在索德说要讲到人身保险的保费 其实它的概念并不是只有 售险公司卖的保单 还包括了 您刚提到说 很容易就超过 还包括了什么 就是那个产险公司 它也有卖健康险 就我们现在普遍民众都有买的健康险 伤害险 像我们出国的旅行险 它就是局限在人身的部分 跟我们人身有关的保险 像我刚刚提到的劳保 其实也是人身的部分 但是那个财产的部分 我们就没有包裹 但是这一部分 其实两万四是非常非常 就超过了 其实产险也有声音 因为产险办一个强制计则症保险 它的概念比较像健保 因为我是被要求 我一定要投保的 可是那部分是没有在我们这个 可以列举扣除的 就是政府要求我一定要绑 可是我并没有得到像老保或者健保那样的税费流 强制汽车责任保险 以及它后面这个特别补偿 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因 它这个机制是比较特别的 因为其实如果你以人身保险来看待的话 它是公办了一个强制刑 可是其实它却是人身保险当中 这个伤害权的这一类 但是其实你应该要另外的来看待 其实因为我们这毕竟你在做这个一个保险 那政府对于税负 它不过是其中的一个诱因而已 主要你还要看保单的一个内容 那保了之后对以后 需要用到这个保费理赔的时候 它能不能怎么样好好的去享受到 其实刚刚讲了 因为我们现在财政部 它所评判出来的一个数据 统计的数据 大概我们纳入到列举扣除额 大概有2000多亿 这其中在列举扣除额当中 是保险内的也将近700多亿 那700多亿我们如果是以5person 就是综合所的急剧最低的这个来看的话 那也是340亿的一个税损 那如果你以户口数来算的话 假如以2万4你给它除回去 也将近有300万的 那我相信不是每个人都扣除到2万4 那甚至有人是用标准扣除额 所以绝对是大于这样子的一个人口数 所以我说租税只是其中的一个 政策的一个手段一个工具 主要还是要看保单内容 可是如果政府能够宣示说 我们的列举扣除了当中的保险的费用 可以包括长照的保险费在内 其实人民他也会感受到 有这样的一个需求 政府都已经有归类这个项目在里面了 会走向这个方向去 刚刚讲到那个强制险 为什么业者会争取 就是因为它虽然是责任险 可是它赔的是伤害 是有人受伤或死亡的时候 其实跟受险下 只是说那个不是我买的保险 那另外讲到这个 究竟我们能够结税 结税跟投保的意愿是不是相关 还有一个就是 如果我们宣示性的把长照放进去的话 是不是有这样的作用 这个就是一个技术上的困难 因为我们现在的受险商品的 受险工具长照很多样化 有的是含受险的 有的是一次给付的 有的是分期的 所以就会照着 如果它是受险 当然就是用到受险的额度了 所以会觉得说 好像没有改变 你只是在名单上 多一个险种进来而已 不过我们休息 我们就会来讨论 究竟税会是不是一个 很有用的诱营 让民众能够投保 那我们就要去回想说 当台湾的保险 这么不普及的时候 它的确发挥功能 那时候我们就单一的险种来看 如果以长照保险 我想长照保险的现况 跟几十年前台湾人 对受险的观念 是完全一样的 因为财政要起步 休息一会儿再回来 每一刻都珍贵 把握每个梦想 变成去追 欢迎回来 讲到税 真的是一件头痛的事情 假设政府的任何一个政策 下来是哪一个部分的税要增加 我想大家都受不了 但是可以减的话 大家都很高兴 可是就我们的政府财政来讲 可能就有不同的考量 比方说我们现在在讨论的这个长照 如果我们来看一下说 当然就业者来讲会很希望 能够把这个长照保费 列入一个单独的列血扣除额里面 但是总要有一个具体的理由 去说服我们的相关机关说 真的有这个必要 而且它真的可以达到 鼓励民众投保的意愿 这个功能 对不对 那李尚您的看法 那我想它这个 有时候我们这个所谓的 有政策的一个优惠 到底能不能带动起全民这种 这种所谓的风险的意识 那我们从这个健保来看 就很明显 台湾的健保应该讲 算是非常不错 有一台世界排名非常不错 那可是我们全台湾的医疗险 我们总共有2,257万件 对比台湾2,350万人口 几乎每个人一件 那照理讲 你健保既然这么好了 怎么会这个 大家对于医疗险 健康险需求还这么强烈呢 那我觉得它主要就是 一种在这个风险意识的提高 那同样的 我觉得长照保险同样 那么现在目前在104年 我们大概失能人口 就占了76万 104年 两年前 那么在明年107年的这个部分 我们大概这个人口 超高龄人口65岁以上 大概就占了14% 会占14% 那对比它的这个人口数 那么应该是330万 那如果你把76万 76万当时两年前的数字 不过除以这个330万 到了65岁以上的 其实大概23% 也就是每4个到5个人里面就有一个 他将来需要有长期照顾保险 这个比例非常清楚 所以也蛮可怕的 那当然4个到5个人里面 除了被照顾者以外 照顾者也要付出新力 所以我们也看到一些新闻 最后被照顾者以及照顾者都受不了 那长照所需要的时间大概是7.3年 非常的长 所以一旦发生的时候 这个如果你没有其他的 这个在年轻时候买一些保险来做一些 这些cover的话 这个费用基本上也是个压力 这个刚刚我们在聊天的时候说 大概以4万块来讲 一年就要50万 七年350万 也是很重的一笔负担 那再来一个就是 我们对于这个 所谓的这个税负的部分 到底如果在长照保险 给予这个税负的优惠 有没有说 好像我们就少收了一些税 这个保发中间给我的数字是6.3 6.4亿 那其实我们看 6.4亿好像寒年金 对不对 寒年金 它是假设如果年金险跟长照险 对 都合起来2万4 那么当然税的一个 它是一个循环 就是说这个部分假设免税了2万4 那会不会带动起 它一个正面的循环 我再举例 大概统计 按照国外的投保率来看 长照保险的投保率 那个大概3点多个percent的话 基本 基本就3点多个percent 那么我们保险公司的保费收入 至少380亿 那我个人觉得还不止 因为那是最最基本 那好吧 那就算380亿 接近400亿 保险公司所要缴的营业税 它就要多 现在5% 那那部分我多多少 这个要算一下 那这个将近400亿的保费 不会是消费者直接跑到包装购买吧 它中间会做过 透过业务人员的解说 那业务人员在这部分 他一个用金的收入 就是所谓的个人中央所得税 也会增加 所以这个如果以一个税务的循环来看 说不定还多收税 还多收税 差额会被优援的所得税 然后保管公司的营业税所cover 当然如果说这个是一个需求 这个需求刚刚讲四个未来65岁以上人口 我们好像到民国120年吧 就20%是65岁以上 就是真的叫超高龄化的国家了 那那个时候 那个需要长期照顾的 这个四分之一 每四个到一个 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 那个数字就很可怕了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相信 相关的产业 大概都会想要投资 这个所谓的长照相关产业 因为有这么多需求 如果那个投资相关的 这些长照产业 本身他也有盈域的话 他又要缴税 那我们这个也了解了 目前即使是长照2.0在实施 所谓的介护室 我们这边好像翻成叫照服员 照顾服务员不够 那不够当然 我们要从学校开始培养 所以有这么多需求 长期照顾者 那我们就要培养 这样的一个 这个所谓的照服员 那当然如果这样的话 我相信 我相信这个大专院校 也会设这些相关的细所 那解决就学 一毕业解决就业问题 所以如果以一个 大的政策长期来看 不管是税负的部分 或者是这个 就学就业的部分 其实是可以考虑 不过是一个两万四而已 那政府施政如果能够会而不费 就是它有一些又会 但是它本身不用出很多的费用 应该是又不会影响国家的财政 我想这个应该可以考量 刚刚理事长提到 这个老年人口比重那么高 我就想到说 那不如说我们直接用 老年人投保的年金保险 作为列举扣除额的标准 因为您刚刚讲到说 65岁以上300多万人口里面 大概有四分之一会 进入到长照状况 可是这是四分之一 但是老是一定会老的 就是300多万人是一定会老的 也就是说 另外四分之三 对就是普遍照顾的对象 是全面性的 我不需要具备 必须被长照的条件 我才能够得到保险金 另外一个假设是比较年轻 因为有长照需求 不一定是年纪大的 比方说比较年轻的 那我们本来就有个 产生扣除额 对不对 那个就有十几万的长照扣除额 然后现在 卫福部又允许 在长照机关发生的 不是再争取 在长照机关发生的费用 也可以列为 跟医疗费用一样的扣除额 所以这样 我又把它绕一圈回来 我想请教委员就是说 那我们如果直接绕一圈 就变成是老年人投保的年金保险 因为他又可以照顾 退休需求 又可以照顾长照需求 这样OK吗 因为你要看老年人的保险 以及国家税负工具的一个使用 因为如果今天我们定义在 长期照顾的服务 因为长照2.0的版本就宣示了 从四类要照顾的人 把它变成八类 从原本的八项的服务项目 变为十七项 因为失能或是说他没有办法生活治理 需要人家照顾 监护 参护的这些 生活都要帮忙的人 他绝对不是只有老人家 但是只是老人家占的比例为比较高 以线下一个广泛的一个数据说 可能线下每七个老人家就有一个 他可能是卧病在床 而这卧病在床的时间可能要长达到七年 这样子一个投入 刚有算一个成本嘛 你就每个月包括这个可能营养品 可能你就要好几千快三万 那你可能再包括说监护工 人力的一个照顾 或是说他去常住机构或者怎么样 那可能就是三到五万 你在这样加起来的一个结果之后 一年可能开销有没有 就三十到五十 再乘上七年 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数据 但是我们要分两个部分来看 第一个刚刚理事长有讲说 保发中心他推算说税损有不过是六亿 这个要讲清楚 因为我们在列举扣除的当中 两万四当中的人身保险所占的比例 是线下有买人身保险 这里面已经把两万四当中 他可以用到老保可以用到国保 可以用到军公教年金保险的部分 都扣除掉的那一个部分 去成立所得税率 他才算出六亿 可是如果我们以需求面来讲的话 假如说今天台湾两千三百万人 你给他算十分之一说两百万人 那这个将来如果要给予这个扣除的优惠 毕竟是以人为单位 不会是以户 那一人一万就两百亿 那两百亿就是十亿的税损 如果一人两万我刚刚讲了 假如你月缴两千块的长照保费 缴个十年期或几期可以换得以后 你可能需要照顾差不多也要照顾到十年 每个月可能或许可以有两到三万的一个理赔 再加上政府投入下去的 这样来cover才会够 所以基于这个面向 我们当然是希望能够来赞成来推广 可是我们也要多方面来考量有关于这个政策工具 以及最后人民的一个负担 整体的一个效果要计算 好 那我们晓得长照保险从推出到现在 最常常被讨论的就是说定义清不清楚 因为有些民众不知道我投保以后 等到我真的需要的时候 究竟我的状况是不是已经符合保单可以给付的条件 所以也一直有这样的问题 那我想财政部也考虑到这一点 也希望这个条件可以很清楚 让民众本来就说我不但可以有税费 而且我知道就是这样 那我们休息会再继续回来讨论 谢谢啊 作曲 李宗盛 欢迎回来 当我们讲到这个政策面的问题的时候 我想很多民众或者是政府部门彼此中间 最头痛的问题就是对方的头换人了 包括我们现在在讨论长照 保费能不能列举扣除 我们的前一任金管会的委员 就是说前一任的财政部长 我们有得到共识对不对 那现在先是已经不是前一任的财政部长 然后接下来是已经不是前一任的金管会主委了 所以到底那时候大家讨论的彼此中间的 算不算数或者说后面的人要不要跟随 这也是一个 我觉得也是部门部门 政府部门中间很头痛的问题 那当然也是像业者 一直不断努力在希望能够争取的困扰 我想这应该也是一个很大的困扰 也包括长照保险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也发现不同的金管会的主委 对长照保险的关注成都是不同的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主委上来的时候 他对他想要力推的东西都不太一样 有的人喜欢违行保险 有的人喜欢中老保险 也是一直在变 所以关于长照保险 我觉得我们民众必须要知道的是说 在政府的长照里推出到现在 但民众使用的状况是怎样 然后我们民众在长照2.0以后 对长照保险的看法是怎样 长照2.0这已经现在开始在实施了 其实代表了政府是有重视 因为不断的刚刚讲到104年 就有76万的失能人口 这个76万的失能人口代表了76万户家庭 那个很可怕 那所以代表是这个很重视 那么那现在只是说我们 它已经是政府的政策了 现在我们只是如果能够透过一些 这个其他的方式来做一些 比较能够做一些这个助力 帮助的力量 那看起来这个应该我们在这个 所谓的商业保险 那么在这个保费的部分 那如果能够借这个机会 然后换取前名的义士 当他在中壮年期的时候 也许40岁45岁的时候 他就买一张长期的保单 那负担也不会太重 因为他这个跟顿角无关了 大概长期保单 那么透过这样的一个长期保单 将来如果真的碰到了四个里面的一个 那起码基本上对他而言 这个应该是可以cover了 那那个所以啊 即使这个国家的政策重视 但是当我们知道嘛 财政有时候不见得是 能够一直support 这个过去刚才 我们讲这个年轻改革就是这样子 你这个利益点良好 可是到了某时候 这个财政不一定能够一直补这个洞吧 那现在我们这个 这个长照的这个有关这个税负 就是所谓的援捐嘛 加上这个这个遗产税2.20% 不过这个是比较unstable 那但是透过好的一个 优惠的这种政策 换取前名的义士 那么然后让这个我们的老百姓 自己有这样的一个自觉的义士 那他愿意花钱去买这个 那长照保险呢 如果以我看目前呢 大概他的保费 大概要每年差不多要 交个5万块左右 那么才能够吻合了未来 大概一个月的需求 是3到4万 譬如说刚刚我们聊到 所谓能力的照顾费用 是最重要的 那这个5万块里面 他也不过才 这个2.4万是属于 他可以这个列举扣除嘛 所以他等于还是自己有付出一些 不过这个观念就有点像 这个使用者付费嘛 你那个自己对于未来 你觉得有可能成为了四分之一 那你就警觉性高一点 你就自己买个长照保险 那最重要的是 当这个东西在推动的时候 我觉得有关长照 这部分的全民义士会起来 那这个义士会起来 我觉得是好事了 要不然这个现在都看日本嘛 日本发生什么样子 什么这个下流劳人那样什么 我们才有一个警觉性 那其实不够的了 我觉得我们可以主动来做 您刚刚讲的唤醒医师 除了税会之后 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工具 就是名人 或者说是 特别是我们政府主管机关 我还记得几年前 我们下边杂志有做了一个 前金管会的副主委 讲到说他什么时候就保了长照险 你知道吗 那篇文章到现在还在市场上流传 大家都讲谁谁谁说 他已经买了 然后对业委员来讲可以拿出来说 谁谁谁说 他已经保了长照险 那其实我今天看到另外一位 已经退下来的官员 他也讲这样 我想未来又会成为 你看人家谁都可以买 所以立法委也要买 然后让大家可以说 这个连立法委员这么有知识的都买 不过我想回到 我刚刚一开始提到问题 就是说对财政部来讲 他们比较担心的是那个定义的问题 因为事实上我们不能否认长照险这个领域的 或者说保障的对象很接近的 或者说有类似的功能不能讲说完全一样的险种 一直不断的出来 所以究竟将来万一通过的话 它到底应该含什么 或者说那个定义到底够不够清楚 目前104年7月已经实施的就是 长期照顾保险示范条款 长期照顾保险 那这个就是对照我们政府所实施的 我们叫长期照顾 名称都一样 像刚刚主持人提到讲 我们市面上讲长期看护 那他定义了这个示范条款 其实就是为这件事情做准备 那前一任财政部长 尽管会一起沟通的时候 其实他们就要讲说 要先把这个定义出来 那目前保险公司在推的 有叫残伏险 有叫特定的重大疾病为认定的 残伏险是用残废等级 那特定重大疾病 另外一个传统我们讲的 长期照顾保险 就是用失能跟失智 一个是生理功能的障碍 一个是智能上面的障碍 这两个 那我们现在定义的是属于后面这一块 其实也是最早推出来 我刚刚讲的残伏险 跟用重大伤病的 我们叫类长看的保险 是后面的 反而卖得很好 那当然 业者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销售的一个说法 但不管怎样商品都好 都是可以涵盖 可是我们还是要回到那个基本点 所以他就是用 譬如说用巴士亮表 然后来定义说 它是不是失能了 用它的食衣住巡 预测还有 就是沐浴 然后更衣这样子 然后来看看它符不符合 那失智就是 就是用一个失智的亮能表来处理 未来可能会针对这一块 那这里边还有说 有的保险公司说 如果你没有罹患了 那生雇的时候保费多少还给你 这个部分就会让它保费变贵 也失去它的功能 我们目的是要照顾这个失智的人 死了其实不是我们考虑的问题 所以那个受险的部分要把它拿掉 还有保单本身不含有储蓄性 有的还有什么还本 就把它弄得很复杂 所以如果能够回到很清楚的 就是这两种情况 失能跟失智发生的时候 不管你一次给它 还有一个是每个月定期给的 那一块我们把它定义清楚 可能适用就是属于那种 适格适用税费的长期刊物保单 我想其实大家都会一直把 这个金管会跟财政部三不五十 就把他们的政策拿出来评论一下 可是我觉得金管会 当然有它的一个发展的目标 底下有保险局 那保险当然是就是说 总的越多 涵盖的这个层次越广泛 参与的人越多 会对于参加保险的人会最有利 那另外这也会对保险产业 能够有个正向的发展 这个是相得益彰 所以对金管会来讲 他的立场从来不管主委怎么换 是不会改变的 我举例来讲 比方说现在公教人员 招逢年金改革 那这年金改革是退休的 所得替代率 那后面会不会再影响到 这个劳工的一个部分 所以他们也觉得说 现在有一些大公司 他不是帮这个员工 就是说我如果付给你的钱当中 每个月好像是两千块 如果是作为以后年金所用 就可以不用列入到这个税负负担当中 所以他们也有推压 就是说如果用个人自己的钱 来去买一个年金保险 是不是也能够有一个额度 让它适用在我刚刚讲的 所得税法所规定的保险之外 再去增加一些可扣除的一个额度 这个观念就回应到我们刚刚所讲的 我们今天在讨论的就是 既有的列举扣除的当中 扣除两万四的额度 要不要让大家再来增加一个额度 是专门作为长期照顾保险所用 因为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 刚刚教授有谈到 其实如果我们可以让内容更明确 因为这当中不只是医疗 那医疗可能又会跟健保相关的 又连结在一起 但是另外它有一个就是 监护工 监护人力 监护机构 所付出的那一个成本 不管你是要走私人私自的 还是说你可能是走这个 身心障碍 残背等级的 或者说你是走那个重大伤病的 你怎么样去厘清那个范围 不过目前有一步 我们大家应该要去思考到 即使在现在还没有增加 长期照顾保险 的这个额度能够另外在 列举扣除而增加来扣除 在还没有做到这一步之前 大家可要想象一点 刚刚算了 如果一个要被长期照顾的人 一个月的支出三到五万 跑不掉 可是我们现在的长期照顾的费用当中 扣掉特定公立医院的那一块 是不能够在我们的重额所得的列举扣除的当中 列入扣除的费用呢 那如果你今天缴的保费 将来给你的支付是含人力的这一块 而你现在可能可以在几千块以内月缴当中承受得了 那将来又有保险来帮你支付这一块的费用 以免的时候你以后可能会遭遇到 你真的付出这个费用的时候 却不能在你的重额所得当中去扣除 所以其实这会带动一个 只要监管会跟财政部 在有关于我们未来的税改 去结合卫福部所推动的长照2.0版本 跟民众做一个好好的一个清楚的一个解释的一个宣导 我觉得会是有用的 我们假设从民众的利益的角度来看 您刚刚提到的那些 比方说我们要改我们的税收 两个可能性 一个就是说 比方说我们并没有独立出一个项目是给长照显 而只是在我们原来的2万是在提高 可是在那个项目里面加上一个长照显 这样子这是一种可能 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说 这边保险这边都没有动 但是动的是看护机构那边 包括讲的人力 还有那些耗用品 因为我刚刚提到说 卫福在争取这一块 他们希望发生在那个长照机构的 看护机构的看护费用 或者是这些尿片什么 可以列举扣除这样子的话 那您觉得哪一边可能性比较高 我们休息完再回来 欢迎回来 我们当然绝对同意 这个长期看护或者照护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也很重要 也是每一个家庭都有可能会遇到问题 或者是现在就正在承受的问题 所以不管从保险角度来看 从税会角度来看 从长照角度来看 都花很多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希望能够找到一个 就是对整个社会的税收 或者说对缴所得税的纳税义务人的家庭 都能够最有帮助的一个方法 我刚才前一段有提出两个选项 我想我们先听委员的意见 所以就是说 其实我们回到众合所的税当中的列举扣除额 现在大家先想一个观念就是说 是保费来做列举扣除额 还是实际上发挥的费用来做列举扣除额 我先举医疗就是这样 人生保险当中的健康伤害当中 它是费用可以拿来作为可扣除的额度 但是如果是你也去买个医疗险 那那个保险的保费也可以拿来作为扣除 因为人就是要健康才有生活才有未来 才有对国家有这个税负负担的这个义务跟责任 但是我们先回头过来看 那现在讲长照 目前为止 就是说如果在两万四千块的额度当中 那如果你把它列进来是这个 有关于付出长期照顾保险的这个保费 假如还在两万四当中 是可以拿来作为列举扣除额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你真正支付出去的费用 费用而不是保费 那恐怕只有医疗上面的才能够作为可扣 那那个人力 比方说这个看护的费用 监护的费用 或是说在这个去机构当中的那些开销 是没有办法列为扣除费用 所以这真的要审视 到底是用费用来扣除 还是用保费来扣除 会达到不一样的效果 那这里我要解释一点就是说 其实卫护部他们也不断的在自我检讨 因为你要想想看 有些人不一定是送去这个有立案的 有贫贱的 有政党制度的一个机构 他可能是他觉得 父母亲不要送去那里 他可能需要的是居家照顾 有开幕工来家里 可是我们轻症中症重症 中低收入不同的状况 他有不同的提供的小时数 你去换算他 如果你额外需求的时候 到底你能不能把那个费用 再拿来做扣除 有时候这个定义跟规范 不是那么简单 所以我想这个还要再审慎的一个思考 不过因为我们这个失能者的一个照顾 事实上是政府迫切之急 虽然要审慎思考 恐怕也不能再等待太久 其实我们现在在所得税法当中的 所谓特别扣除额 除了薪资所得财产交易损失 储蓄投资 身心障碍 教育学费 幼儿学权项目 唯独你看没有有关年者相关的福利 是真的没有 刚刚我练了这么多 不过当然这都过去了 所以我非常赞成刚刚委员讲 就是说我们对于年长者的这些相关福利 其实长期照顾就是一项 至于如果是要把费用 当做是一个扣底的项目 这个有时候这个叫做标准 真的很混乱 我认为吃这种药比较好 当然很贵 可是你贵能不能捏进去 政府能不能统一个标准 我觉得都难讲 如果第一步先从所谓的保险这一块来做起的话 这个比较没有 不会有两万四的一个扣底额 标准就统一了 将来如果说好 真的是连保险都即使是两万四都无法cover 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在有关费用的部分 再进行到第二步的话 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也比较适合 如果一开始就想到把所谓的费用 直接纳入扣底额 这里面的标准不一等等 恐怕产生更多的困扰 我想请教林教授就说 现在投保长照的人虽然不算多 但是去年一年以来看的话 新增的案件有四万多件 所以表示我们民众也在接受这个观念 但是大概一般的中年人 投保一个长照选不要额度太高 他一年保费也要随便两万四就跨过了 就跨过了对不对 所以如果将来我们可以把长照保费 列进来的时候 您觉得对民众投保的意愿 或者风气的提升有什么影响 我想我们刚刚讲那两个是不同的方法 但是因为过去这件事情 几乎已经有共识了 也不是说换了财政部长 但是他把资料拿出来看一看 是不是觉得有道理 因为保险它是一种预防 并不是说发生事故了 刚刚我们提到的是说我已经失能了 然后发生的费用可不可以 让我变成在缴税上面的一个诱因 如果这个本身是很复杂 搞不好又讨论个三年四年五年 还没有个结论 可是保费的这一块 因为是不是两万四 其实还是都可以讨论的 那我们为什么要另定一个两万四 是因为它会凸显出来 以目前民众来讲 因为我们讲失能的问题 是因为它来得太快了 就老化得太快 然后少子化的问题 这样夹几我们的时间不多 所以保险的确它是一个 很特殊的情况是说 幼儿园它可以去说服 因为一般民众它都觉得 像年轻人因为我已经老了 我已经没有办法买这个保险 我失能我没有办法买这个保险 可是现在的中壮年 它其实是可以看到这样的问题的 可是它会不会觉得这个很重要 它可能不会觉得很重要 可是幼儿园它扮演这样的角色 可是幼儿园卖这个保单 老实讲它其实那保费并没有很高 然后它本身还有一些认定上的问题 不像我今天卖一个受险死掉很容易 不会有纠纷 不管它怎样这个商品的特点就是 它在认定上本来就不是那么容易 这本身它是它的一个特点 可是如果我们今天用一个税贿 它不是很多的税贿 然后去买一个真正的长照的保险 我说不要把死了还要拿钱的 也不要把还本的放进来 其实它是可以做到宝贝不是很贵 然后因为我一直来跟你讲 然后我应该有这个税的诱因也可以引导你 那让大部分的人有这样的商品 我认为它还是可以解决政府的困难 对不对 如果每一个人到老了 假设有一天真的失能失智了 它的那个每个月有两万三万的保险公司 给它的长期照护保险金 那我们政府在长照的服务 长照的保险这些部分 没有做得那么周全的话 其他可以互相相辅相成 所以不管是日本不管是欧美国家 其实他们都是这样做 所以我们今天不是站在说 让保险公司有生意做 让业务员有保单 不是 如果民众大家都知道 保险可以好好的运用的话 其实我们今天不用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缺的就是怎么样有一个诱因 让民众 就是你一直来跟我讲 我可能不甘补医院 不是很情愿的 可是我买了 有一天我用到了 我才知道保险是真的很重要 好 官方您可以想想看 如果今天有个医院告诉你说 你赶快投保长照保险 你可以有两万四千块钱的 列举扣除 你要不要投保 会不会称为 你要不要投保的根据 您想一想 我们休息一会儿再回来 我每一刻都真贵 把握每个梦想 任真去追 欢迎回来 我刚问到那个问题 如果你可以有24000块单独的 列举扣除了来投保长造型的话 这会不会是你想要投保又赢 或者你觉得太多 或者你觉得太少 现在的保里新闻很快就会开放投票 你可以把你的一切表现出来 好 那我想我们今天讨论了很多这个 刚刚林教授讲说 这个老化来得太快 其实它没有太快 它也是一年一年 我们也不是一天就变那么老 是一年一年 那事实上保险公司走得很快 如果我们就回溯说 长道保险多久以前就开办 所以一直都是在竞赛 那现在差别只是说 那个优惠 税惠 要不要适时的推一把 那维宁您对保险 我想应该是并价区区 我先讲保险你一定要买对才有用 买错了其实你这个保费投资 下去的话 真的反而对家庭负担是一个伤害 不过我想我们今天课题不能够沦落到 因为大家还知道先前我们在讲 长照2.0 我们提高了移证税 大概将近增加六十几亿 提高了淹税 淹税会大概溢注也差不多160亿左右 再加上原本本预算所编的不到180亿 加起来一年想要有400亿的投入 未来会要分配到80万人身上 才是5万 现在讲的这个叫做费用 那另外的一个部分 那当然就是回到说有保险 那大家的动用的政策工具就是说 能够有这个税付的这个优惠 来提供大家优因 可是大家也要想 如果是2万是单独定一个长照显的额度 如果有200万人来使用的话 这样子就是将近500亿 那将近500亿 那5%的税损加起来就是 这个55 25 就快要到25亿 所以我们这样要去一个 做一个好的一个评估 我觉得费用这个要考虑 但是怎么样做一个考虑 就是说政府执行在做帮忙 以及你自己的扣除额怎么样可以定义的更明确 接下来就是保险来推动 这是一个产业正向发展 来减轻大家长照的一个负担 这些都是相辅相成 这样一起来做 才会有一个正面的一个好的效果 我想这个 我们其实30万的受险大军都非常专业 那他现在过去的客户100个里面 可能就20个面临的长照了 所以他是感同身受 所以将来透过这些业务员 好好去把这样的一种危机意识 给他的客户 我觉得也是一个绝对可以提升全民意识 好 那林教授您负责的新老板交易事务 我想也常常处理很多 观众朋友的意见或想法 那您要不要最后几秒钟给您介绍一下 怎么跟顾问的请教问题 或者是表达他们的看法 我们那个服务中心已经成立了一二十年了 那线上的顾问都免费可以提供 跟保险相关的 也包括说我们也曾经处理过 买了长照的保险 然后在认定上面 保险公司不认为它符合 那我们经过中心的这个沟通 然后协调最后争取到的 我们电话是02-8866-5238 转885 也可以线上预约时间 谢谢 谢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